FMQ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高興有各個每個禮拜 晚上9點時間跟各位在空中在會 我還有一間也是很高興的事情 要來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報告 就是說 漁夫下的這個樂居台南 一定是成品最新的排行榜 第一名 唱片 不應該自己賠 感謝各位的愛好 非常感謝 後來也不能開心過頭 今天在我們這些檔案裡面 特別要來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是南兵人 南兵的價票 現在呢 就是這個檔港 那麼檔港 如果是到五月這個時候來 就開始有這個鮪魚祭 通常呢 我們這個鮪魚祭裡面最重要的重頭是就是 如果是有任何的這個鮪魚祭 如果要去捕到這個第一隻的鮪魚祭 在我們鎮腳的地方 鮪魚 我們台灣的叫做 黑暗城 黑色的啦 黑暗城 那麼 抓到第一尾的這個黑暗城 那蜜蜜的就拿出來打賣 打賣一隻我們很貴 通常會走來這個地方 跟人在那邊打賣的 台北就是這個三井集團 很多朋友去到台北的時候 很喜歡去那個什麼上癮 或是上癮就是在那個台北的那個 市集團裡面 那麼在南部就是加珍 所以說什麼北上 北三井 蘭 加珍 那麼這個鮪魚啊 打賣通常有介紹很好 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冰冬管政府就開始去辦一些 一大堆的活動 這個活動是這個鮪魚劑的活動 我記得是在2001年開始 那麼那個時候剛好這個炭水壁 凍蒜要中痛 那麼阿扁如果凍蒜中痛啊 那時候在冰冬管上面是蘇家傳 對 他們兩個喔 這樣把這個鮪魚插到拼拼拼拼 我們要知道在這個東港 現在說有三種 那三種呢 第一種就是 當然就是黑尾魚 那第二種是櫻花蝦 那第三種呢 就是這個魷魚子 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說這三種 由我這個東港隔壁的南米人來說 當然我也不是說非常來行 但是很少人就是聽當聽筛 我怎麼吃醋味啦 那你如果說的這個鮪魚啊 這故事喔 我的故事啦 吃了 有一次呢 我就去到這個台北 台北喔 有一間喔 那間餐廳 還是非常貴 聽說喔 是很多這個企業家 他們就會合作 合作呢 做什麼呢 就是呢 他們都去 他們就去請那種 那個 那個 不知道是 就算說 港府很好的菜市場 還請那些日本來的菜市場 很多這個食材呢 是從日本來的 不過我老實說 如果是用環保的觀點看 可能有些朋友 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說 吃東西就吃東西 吃東西 吃在地最好的 叫外國來 那如果說黑鮪魚 那就是我們在地的 你如果去找我 當港吃的 那就是在地的 不過我小時候 我們台灣人 也不會吃那什麼 叫 蚵蚪 我們不知道說 這蚪蚪就是 說那個 黑鮪 黑鮪 在日本的時候 我看是 我沒聽過的人說過 叫做蚵蚪 那腹部這個地方叫做 鮪魚 這樣 肥沸沸 這樣 油脂非常豐富 吃到 那時候 越麵越貴 尤其是 這個阿扁 跟這個瘦咖鑽 這兩個 跟 插一下 哇 現在 各位知道 一塊吃起來 幾百塊呢 一塊桌子 切給你 這三四米 這樣 切給你 這幾個 我一間 在這個 台北 這間 做 高育日本料理 我去那裡 我一桌下去 那個菜圍就這樣 切一塊 我這裡 看他用那種 瓦斯槍 噴那個 陀螺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他在裡面 自己在那裡 我沒注意看 我會這樣 瓦斯槍 噴 噴噴 噴噴 就剛才我面前 他就說 余霧先生 這個 是什麼東西 你說說看 這樣 我一隻就說 哎呦 這個菇肉好好吃喔 那個 師傅一聽到我說 蛤 你說什麼 這個菇肉好好吃喔 他說 哈哈哈哈 你還美食家咧 這麼叫他笑 哈哈 真不好意思 這麼叫他 變成叫他笑 哎呦 他那就是 用那種 瓦斯槍 先從表面 極速烤熟 所以裡面呢 就有請求 我們這個 在吃菇肉的時候 我們的菇肉不是 分說什麼 肉啦 米連啦 威爾朗啦 就是算說 跟青的 跟中途的 是適中的啦 跟這個 威爾朗就是 全部都要熟的啦 啊 就是他這樣做起來 嘿 嘿 這吃起來很像 那個菇肉 我聽過一個 我本身不是美食家啦 所以我有一種 沒關係啦 但是我聽過一個美食家 告訴他說 好吃的這個牛肉啊 或是好吃的魚肉 都一樣 好吃的牛肉是 牛肉介於魚 魚肉之間的味道 只是這兩種肉之間的 介於這兩種肉之間的 那個味道最好吃啦 我這個烏龜吃大麥 我就不滿嘛 但是呢 唯一到後呢 我就這樣耿耿於懷 嘿 有一次啊 那飯店也是我們便當人 那個總統府的 那時候是做秘書長的什麼人 陳澤南 那時候也是因為很會吃飯 所以我就去問啦 我說啊 我有一次啊 去吃那個 鴕農 或是唱歌 我感覺很抱歉 嘿 結果他就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嘿嘿嘿 嘿 餘父 我跟你說喔 那個鴕農 他這樣做是對的 他說喔 他說喔 他就聽到我說 他用那個鴕農 噴的 他說啊 一條一條 這是來行的 我說為什麼來行的 我們吃那個薩米 不是說這樣切切的就好 他說唉唷 這個人不好 他說喔 那時候就是要用那個 煎的 欸唷 我想啊 蛤 煎的 欸 我想到我小時候 那時候 因為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是像這種 透露這種東西 我們台灣人 我們喝了 我們自己沒在吃 我們都要拿去 那個 阿伯仔吃 阿伯仔吃的 阿伯仔吃的 那去吃嗎 就對 就是賣那間 賣那間 我們就 可能 日本人跟賣也切起來 frontline 我記得 我小時候挺對 那個透露的感覺 就是說 我是叫透露洗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家庭都小地方 原來 原來是賣那一帶 就是賣那一帶 就是賣那一帶 变一个笑话 让大家来流传 那些笑话是这样 说一个台北人 台北爽 不好意思啦 不是说台北人 台北人不知道 那个鱼鱼多大吃 去到这个 去到东港 他就说 哇 这个鱼鱼很好吃 那就麻烦了 驾两位了 起来 驾两位了 驾两位 说一尾鱼鱼多大吃 开玩笑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尾鱼呢 听说两三百公斤肉 该像是这样 我记得是这样 很大吃 里面又很重 有可能让你 三来说 让你 二三尾 二三尾 就要给你生二三尾来 稳气就稳死了 真吃了 所以 这个鱼鱼 还有鱼鱼 哇才是 Hause 我小时候看到他们都是小骨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没生吃 我们台湾人不敢 在我小时候也不敢吃三四米 三四米 三还是 就是拿他煎 煎到让他出来 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买回来,她也不是说什么透露不透露,她说在春阿虚,春阿虚, 春阿虚现在慢慢大后才了解春阿虚在这个营锡里面,它叫做tuner, 那么金针应该是叫做金枪鱼吧,金枪鱼,所以在那个时候适合不满,大约不满,但是你听人说很安, 本来这种肥胞因为油脂太多,所以你如果是纯粹的用切三四米来吃, 也不一定比那个表面这样把它迅速烤熟,这样比较好吃,但是我如果吃日本料理, 我是很不想看人家吃那个瓦斯枪,很多料理的财富吃瓦斯枪在那里噴噴噴噴噴, 有种的我看得到,我会怕,因为我刚才这个瓦斯,毕竟瓦斯的, 有种辣味道,因为我们这个瓦斯是无味,无味,无色无味, 所以都台北人的,我听人说过,说瓦斯在那里, 蜡粹的老蜡,这样不知道可以品到瓦斯味,不然如果瓦斯照出来也不知道, 人都在那里,蜜蜜蜂蜂蜜,所以我每一天看人在用瓦斯穿在那里噴噴, 就去一间高档的日本料理,那那个材料,我说这个想法, 他说,这个你这样有来行,他就给它瓦斯, 他说,嗯,这有点,如果我在做是用烤的, 你如果要几烤表面就用高温烤,就是把那个肉, 刚才在烤箱里面,他们有一个特材的烤箱, 这烤箱有点,它是用炭火的,所以放进去烤一下表面, 赶快拿出来,这样下去做,做这个鱼肉, 这也是种方法,但是他们没有用瓦斯枪,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对健康并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鱼鱼慢慢,由面都开始炒起来, 哇,不得了了,每一个县市大家都要去做, 这真的吗? 很早以前,我有一专带来鱼肉, 专家我们的水母和我们的水澡母的女孩, 不好意思,自己的也漂亮, 所以有的人说,鱼肉你很贵面白, 他说你很贵面白, 然后带来说你们的水澡母的女孩很贵面白, 这就是自己的烤, 你會當然要更緊張 有一種去到宜蘭 宜蘭的這個東車是 羅湯的這個頂頂 就是我們這個木田 我們的林聰賢 我們的這個館長 他就說 有你這個文學家 不是文學家 大作家 反正人家要跟你說 你也覺得我實在有什麼都跟你說 我不是什麼美食家 我也不是什麼文食工作者 你如果真的要把我稱呼的家 說我為文學 文學家 我也說好啦 好啦可以 抱歉 這個人 尤其你到這個年紀來 如果我你就覺得說 這才文學家在那裡炒大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這種得力 他就要了解 那麼那一座林聰賢 對於我就 不錯 盛情招待 就去到那個 他說 請供 他說你既然是冰冬人 這樣我就請你吃陶禄 他說 為什麼要請你吃陶禄 比較簡單 你當供 這樣我大條 這樣我這麼大 大條的鮪魚祭 但是你要知道呢 那鮪魚這麼一樣 如果是受到我們宜蘭 才是這麼一樣的好吃 事實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啦 反正每一個 當然每一個都說 他故鄉最好吃的 到有人說自己的故鄉不好吃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來 我們現在 我請你吃鮪魚食吃 食吃喔 十種吃法 鮪魚食吃 我說 怎麼好呢 鮪魚食吃喔 那一座鮪 真的出十幾刀啦 當然食吃只是概括的數字 接著林聰賢又很生氣 他說 我今天要喝 要喝菜館 真的喝菜館 那一天我自己喝 想不到喝十罐 威士忌 菜館的十罐 哇 魚夫你的豬肉怎麼這麼好 沒有啦 他就那種樣品酒 樣品酒 樣品酒 一公升 不是一公升 樣品酒 他不知道多少 就殺了 那一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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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公升 那一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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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喝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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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倒人 這樣 有利害嗎 所以這個 當港的三寶 第一 就是 我們說的 鮪魚 黑鮪魚 那麼 因為這個 黑鮪魚 開始 做起來之後 我們 這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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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沒落 當然 跟這個交通的關係 因為 過去 你若是要睡覺 還要行春 你都會見到我們 現在 各種廣告都殺了 所以 慢慢有什麼沒落 那 當港 經常因為 他的這個 海山 越做得 越出名 越來越繁榮 當然 他們還有一些 什麼活動 什麼 所以 現金的館長 是哪比人呢 我都沒有 我們館長 說館長 哪比要怎樣 他說哪比 就發展 煉霧 煉霧 不過 我們現在在說 是當港 我們專心說當港 當港的這個 三寶之一的 第二個 就是櫻花蝦 櫻花蝦 櫻花蝦 當然是 後來 大家給他賠名 賠得很好聽 你看 櫻花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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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那個蝦很讚 就是好吃的蜜 這樣 其實 在我那 我小時候 有聽人說過 這個花蝦 花蝦 花蝦 櫻花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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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沖沙 擦隔壁菜 擦我們台灣的隔壁菜又特別好吃 所以我們追求的好處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台灣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很多的隔壁菜是所謂高山的 高山種植 高山種植當然是會破壞環境 所以有時候 我如果去餐廳也沒有要點隔壁菜 但是我現在說的就說 櫻花蝦來炒高麗菜是很好吃的 另外一種拿來做米糕 有很多人說是油飯 應該說是油飯 在油飯上面放一個櫻花蝦 這個也是很好吃的 有時候來說人家炒飯上面放櫻花蝦 這也是很好吃的 你看看我們家炒隔壁菜 其實我實在是這都沒有 這都沒有啦 什麼東港三寶這都沒有啦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大家要做這些花樣 越做越好 第三步就是油魚子 有一個朋友說 不要油魚 你們東港那不是烏魚子 都很好吃的 烏魚子怎麼沒有變成你們三寶之魚呢 我說沒有啦 這個烏魚子其實是家庭那一代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烏魚 聽說是烏魚黃海下來 一路後下去到我們這個 尤其是家南地區 譬如說家庭那些廈 還到這個交配季節 那整個我一旁 我一旁有一旁去看 嚇到人 整個海面 都是白色的一種泡沫 它很漂亮 你看它在晚上的時候 都在抓烏魚的烏魚前 它為什麼有那個海面 有白色的泡沫 就是因為它的樓 它剛才土著地在做交配 所以在那個所材料很多 但是它故意也知道 因為這個中國 中國人開始會吃這個烏魚子 所以他們就開始抓 他們一顆 我們就不舒服 台灣人就不舒服 中國人要吃什麼 台灣人就不舒服 因為太多人口 所以烏魚子 最少 大部分現在變成是中國抓到 抓到之後 可以再拿去 我們這個 黨港 來台灣 或是家南會堆 他們站在這裡 來讓你們下去 堆 堆烏魚子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台灣人實在是很可憐 不可以這麼適合 說得很難聽就是這樣 你現在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自己的上帝給我們 我們就自己不爭氣 是你敢不敢跟人合作會 要去給他們通宵 怎麼鬆到不知道在鬆三歲 就是這樣 所以 現在目前 像東港這種有在做蚵蚵子 這個 大部分都是台港 中國人台港就對了 現在中國人越來越聰明 他們的蚵蚵子 他的方法就是這樣 他說來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什麼叫總量管制 他們過去是 他們也不知道說 量應該要多 做的 應該要多 就本來台灣來做 現在很簡單 他給你總量管制 你台灣 比如說你需要 比如說你需要 我講得簡單 你需要 你需要10公斤 那我現在故意給你8公斤 7公斤 換句話就是說 我讓價格整個拉高 讓這一個公不會過於糗 那價格拉高 所以蚵蚵子 我有一天去到最近 去到這個 因為到過年的時候 我早上去那個東港要買 他們就告訴我 不好意思 起床了 起床了 你看 有必要不 所以蚵蚵子 不能算是這個東港的三寶之一 那麼另外有一種 目前他們 東港人比較不要吃的 就是這個 幽蚵蚵 幽蚵蚵 那麼幽蚵蚵蚵 我們台語說的是 給這個 刺蚵 刺蚵仔 賓蚵 各位才會賓蚵 如果仔細 給他們研究 就是說 它是一種雪漪 有時候這個外國人來 他們問我 這是什麼外國 我這個 幽蚵蚵 那一塊很大塊 可能差不多兩雙胚蚵 那一塊 差不多兩千個蚵蚵 兩雙胚蚵 當然也有一雙胚蚵 比較大的 有兩雙胚蚵 所以 人家在問我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就跟他們說 這叫 Red Drum Red Drum Roll 奇怪 怎麼那是雪漪 雪漪 你怎麼會用這樣來吃 可是我告訴你 我把油衣紙拿回去吃 因為它比較鹹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這個油衣紙最好是用菜頭 或者是蚵蚵 或是鵬蚵 來吃 都要好 差不多 那種味這樣才會比較乾 不過呢 這油衣紙 你也是不能吃太多 你如果 平常一直吃得到 我告訴你 吼吼吼吼 那怎麼會 吃得到 我告訴你太多 也真的會漏蚵 呵呵呵 好 這就是我們的東港的三寶 在這裡跟我們所有的 這條眾朋友來分享 這是東港三寶 這個我們的鮪魚 櫻花蝦和魷魚子